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叫做Cacophonus 读一读 Cacophonus 叫做发音不和谐的 或者叫嘈杂的 又一个嘈杂的 你看咱们之前在这个B字母当中 其实也讲过一些词 比如说像有这个Blatant喧闹的 还有男孩站在一起喧闹吵闹的 Boisterous 大家还有印象吗 都是表示嘈杂 这个嘈杂呢 或发音不和谐呢 还是相对来好记一些 因为它会有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谁呢 里面有一个词根 就是PHO and phone phone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声音 咱们都知道是跟声音有关 它是跟声音有一些关系 那么咱们都知道电话这个词嘛 对不对 它作为词根是跟声音有关 那么它的后半部分呢 就是形容词后缀 CACO 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CACO表示的意思叫做Bad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词根呢 记也行不记也行 因为考试当中就这么一个词 所以这个词根你记了 也就背这么一个单词 倒不如不记 叫做Cacophonus 那么这个怎么去记它呢 什么样的声音呢 就通过谐音去想一想 Cacophonus 就是卡壳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卡壳的声音 这叫做发音不和谐 从卡壳不和谐的声音 Cacophonus Cacophonus 那它的名词叫做Cacophony NY结尾 就是发音不和谐会有嘈杂的意思 Caco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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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ophonus 大家读一读这个词 所以说这里面这个单词 从一个谐音去想一想 前半部分 借助一个词跟借助一部分联想 叫卡壳的声音 叫做发音不和谐嘈杂的 那下面看有哪些派声词 第一个叫做 Eufonious 第二个单词 叫做 Phonograph 下一个 Symphony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两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 Eufonious Eufonious 第二个单词叫做Phonograph 第一个形容词 第二个名词 第三个还是名词 好 第一个单词 Eufonious Eufonious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前坠 EU EU作为前坠来讲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while 美好的意思 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这个EU 就通过U去记 就是好 就通过U去记 EU可以的好 所以叫做好声音的 IOS 形成词后缀 好声音的 叫什么呢 叫做悦耳的 叫做悦耳的 就是好声音 它的名词就是Eufony 叫做Eufonious 那么像EU 比如再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好像举一个例子 怕大家没有印象 通过心情去想一下 U就是U 好的意思 比如说咱们看这词 EUlogy EUlogy叫送词 这个词为什么叫送词呢 你看log是不叫说话呀 Dialog的log 说好话嘛 所以这有赞送的话嘛 送词 所以这个EU还是有一点印象 后面会再讲 下一个字叫做Photograph Graph表示什么意思呢 Graph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to write 跟写有一些关系 写字的写 所以叫做写记录 Graph叫写 你看咱们说 学过照片怎么说 叫Photograph 那是用光写的照片 这是写声音的 叫做留声机 留声机 咱们可能在一些古董店里 看过那种大的大喇叭 那种东西 叫做留声机 那么下面这个也是 这个托福词汇 托福当中这个表什么呢 这个你看看Symphony SYM 这个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表示相同SYM 同时响起的声音 同时发声 叫做交响乐 Symphony 叫交响乐 同时发声交响乐 记录声音呢 叫做留声机 下一个词呢 叫做好声音 就是好声音的 它俩翻译词 卡壳的声音 Kakoffness 你看看叫做什么呢 叫做翻译不和谐的 或者叫做嘈杂的 好 这个单词到这里不说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Kallus 大家看这个词 叫做Kallus Kallus叫做无情的 看下这个单词 无情的 心肠狠的 这单词为什么无情心肠狠 你看从这个词的长相上来看 大家会发现 就貌似就两个部分 一个是喊 一个是OUS 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谁 就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你就把它想成谁就完了 大喊大叫的 实际上喊 对你特别狠 叫做心肠狠的 无情的 但是你要觉得 这个无情反倒是不应该跟你说话的话 你看它是来自于谁 它其实来自他 就是酷 很冷酷的感觉 A和O 发生这样的一个遍体 A和O发生这样的一个遍体 就是很冷的感觉 后面这是一个 Callus Kallus 很冷酷的 很冷酷的 无情的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它下面还有一个词 跟它同源的 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 Kallus 大家会发现这个词呢 造词非常诡异 如果一般情况 还以为这词写错了 你因为 OUS就是形成词后缀了 形成词后缀又加了个ED 这个词就通过词组织 叫Callus hand 比较什么意思呢 叫做长满老简的 长满老简的 那么有些词后也会给大家解释 Call的表示硬的意思 Hard 这就更没法解释了 所以不借大家通过词根据 你要通过词根据解释 它没法记 差得太远 所以这个词你看 也是硬吗 什么叫长满老简的 就是手上结满硬皮 很硬的手 Callus hand 而这个词一般 词一般都写着 长满老简的 一般都是指双手 没有人说长满老简的脸 没有人这么说的 所以要知道 像当年这个 奥巴马小马哥 在一次演讲当中 他也用过这个词组 叫做什么呢 叫做 他说美利坚合同国 是靠break by break Callus hand by Callus hand 用这个词组 叫做什么呢 叫做长满老简的双手 叫做Callus hand 用的是这个词 所以说 这俩放到一块 这个要出现 就是跟手放到一块 多读一读就可以了 长满老简的双手 上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心肠硬的 很酷的 这样的叫做 冷酷无情 冷酷无情 好 那么这个单词到这里 也是 没有其他展开 不说了 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Columniate 大家看这个单词 叫Columniate Columniate这个单词呢 比较难一些 叫重伤诽谤 大家还记得 之前我有讲过 这样几个诽谤 快速回忆一下 第一个 Villify 对一个人恶毒吧 Wile吗 Evil吗 还讲过哪个呢 恶毒这个词根 叫什么 什么男性呢 这个词根 Malign 还是一样 表示诽谤的意思 也是表示诽谤的意思 回忆回忆 咱们之前讲过 这样两个词 Columniate呢 也表示诽谤的意思 这个词呢 不是特别好记 我先把他的名词 写在旁边 叫做Columniate 但这样词还考 所以说我必须要说一下 虽然他没有展开的词 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讲一讲 看看能不能把它记住 叫做Columniate 他的名词叫做Columni Columni 叫做什么呢 叫做诽谤的意思 还是一样 叫做诽谤 重伤的意思 Columni 这个词呢 第一个记法 你可以通过一个谐音去记 因为这个词没有展开词 就只能通过联想了 第一个你可以通过谐音去想一想 就是Columni 你看他的读音都成Columni 把你给开了 词了你的时候 还是一样 骂你一顿 Columni 不让你干了 开了你 重伤你 诽谤你 叫做Columni 第二个呢 就通过一个联想 就通过一个拆分联想 把它显成 Col 大喊大叫的感觉 一个人在你面前 使劲指责 因为诽谤重伤 就是一种破口大骂的感觉 你看一看 这个UM 你可以把它想成 一个UN的感觉 否定 Unhappy的M 否定的感觉 喊一些否定你的话 对你喊 ColU 叫一个MNY Columni 所以这个 不算是来好记忆 那他的动词形式呢 就是把这个后缀 Y换成了谁 换成了IATE 换成了IATE 换成了这样一词 你翻开词言字典 他给你这样解 他说Colum表示 这叫欺骗 这没法解释 也没法记 这个词源是一个 无效词源 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就通过 一个联想 开了你 要通过心理想 Columni 诽谤 或者通过一个喊 去想也行 对你大喊大叫的时候 也是诽谤你 那么这里边 我继续补充一些词 就是谁呢 补充的是 补充的这个词 叫做诽谤的词 还有这样两个 一个叫Slander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Lible 把这两个词 补充在旁边 一个叫做Slander 第二个词叫做Lible 这两个词呢 既是名词 又是动词 名词都是他们 这两个呢 都表示诽谤的意思 但这两词 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区别 第一个呢 Slander 它一般都表示 口头上的诽谤 名词动词 口头就是破口大骂 Slander Slander这单词呢 它其实主要 还是来自SL的特点 SL的特点 其实相当于 一种下滑的感觉 它相当于 使一个人名声下滑 下降 你要骂你的感觉 就是诋毁你 往下走的感觉 使一个人名声下滑 Slander 下一个叫苗条 苗条叫Slander 一个是E 一个是A 这两个钱 不要看错就行了 叫做Slander 下一个叫Libal Libal这个表什么呢 表示文字上的诽谤 你看一个是口头上的骂 一个是写文章的骂 这个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Label去记 Label咱们都应该知道 叫标签嘛 贴上标签骂 这叫做 犯了什么犯罪 比如说这人犯了龌龊罪 脑门上贴打字 龌龊 这要知道 叫做文字上的诽谤 叫做Libal 叫Slander Libal 一个是口头的诽谤 一个是文字上的诽谤 而上面的单词呢 抓住Call去记 如果你要不爱读的同学 你一定要抓住个Call 大喊 破口大骂 后面加给你 You 想着你 叫做对你使劲骂 Calumny 想一想 叫做诽谤 那诽谤有这样三个词 大家放到一块 一个叫Slander 一个叫Libal Libal Libal 贴标签诽谤 身材上的诽谤 一个是苗条 一个是诽谤 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正式用词 考试词汇 好 让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读一读 叫做Camouflage Camouflage Camouflage这个单词 叫什么呢 叫做伪装的意思 我在之前给大家也讲了 一个伪装 叫Belie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说叫做 撒谎为了伪装 Belie Belie 加一个撒谎 这个词 我还讲过两个伪装 一个叫做Dissemble 一个叫做Dissimulate 加强弄得很像嘛 但这个伪装呢 叫做军事上的伪装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词也是名词也行 伪装 比如说我们说 Camouflage Color 用的就是这个词 迷彩服 迷彩色 用的其实就是这个词 那么比方说军事上的伪装 比如说伪装的车辆 比如咱们在这个丛林当中 把这车上插点什么 刷点绿漆 插两根黄瓜 这个叫做伪装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叫做Camouflage的Vehicles Camouflage的Vehicles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呢 也是它没有展开词 因为这是来自于法语词 没有展开的同样一体词 我们怎么去记它呢 还是通过一个联想 这样的单词呢 虽然它没有展开的词 但它还是必须要去背一背的 我还要讲一讲的 军事上的伪装 我说过联想的主要就是 两大方向 要么行进词 要么就拆分 那这个行进词肯定不太好找 就通过一个拆分 找一个旗 Flag 军事上的你想打着一个旗去伪装 这样想一想 这下面怎么去想呢 把它刺啊擦 用拼音去拼了 联想我说过 熟词拼音 把它想插 这个想像某 插上某个国家的旗子 伪装 但别读成 把他想像插 插上某个国家的旗子 打着同盟国的旗号进程 这样伪装 叫做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我再带大家回忆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我在第一天给大家讲过 但我在第一天 给大家只讲了 它的名词的意思 那把它动词意思也补充在这 这单词大家还有印象吗 读一遍之后 再看看人不认识 叫masquerade 想像里边有哪个单词 masquerade 里边有个面具 这次还记得吗 是不是叫化妆舞会 想面舞会嘛 对不对 那它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也表示什么意思 伪装 戴面具嘛 所以必然也是伪装 masquerade 作为动词也是伪装的意思 camouflage camouflage 插上某个国家的旗子 闭上也能想象 还能不能写出来 caxx momo mou mo 用pngpngp flag 夜市伪装 好 这次到这里不说了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contankerous 大家看下这个单词 contankerous叫什么呢 就看起来就找联想 联想就两个 找熟词像有没有 tanker 就通过tankerous 你看前面加个cam 这不是能吗 这都认识吗 tanker 开tanker的人脾气不好 你想想当兵呢 开tanker的人脾气不好 就通过一个联想加想去记了 contankerous 那么这次第二个技法呢 看通过词源里边有个哪个词 它里边有个这个词 anger 可和谁一样 哥 这俩是一样的 就是生气这个词 contankerous contankerous 哪个技法都行 你要记住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 无所谓到底是学术 还是比较江湖的记忆方法 因为我们背单词的目的 你不是为了研究它 你背单词的目的 主要是认出来之后 在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脾气暴躁的词 下面有哪些词 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有哪些词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 peevish 第二个 irassable 第一个叫做peevish 第二个 irassable 第三个 我来看一下 叫做 crabbit crabbit 下一个叫做 waspish waspish 好 下边 叫做 belius 重新写一下 叫belius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做 pish 这次全是形成词 全是比较脾气暴躁的 全是这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脾气坏的 第一个叫peevish 第二个叫 irassable 第三个 crabbit 第四个叫做 waspish 第五个叫belius 重新全最前面 下面叫做 liverish 这个重新在第二个 好了 我们先来看 最后这两组 你看 这两组呢 你看看 相对来说好记一些 你看第一个是什么脾气暴躁 crab crab叫什么 螃蟹吧 有印象吗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 我说cr是不是跟手上动作有关 我当时给大家画了个图 对不对 螃蟹脾气暴躁的 双蟹B加ED 你看看螃蟹你是不是一碰它就加你 它没有说一碰它亲你 不会 一碰它就保证加你 脾气暴躁的 第二个waspish 它是来自谁呢 来自wasp wasp wasp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做蜜蜂 叫大黄蜂 叫wasp 所以蜜蜂的特点也是什么呢 脾气暴躁 你是不是你碰它 你抓它的话 它也遮你 它也是一样 不分怎么样 只要你碰它 离它靠近它 你不看它也遮你 脾气暴躁的 waspish waspish 下一边这个两个词 一个叫做liverish 一个叫bilious 这个咱们先来看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呢 它是来自于这个liver这个词 liver叫什么 叫做 叫做肝 对不对 人的肝脏肝 所以咱们经常会说这人 肝火太棒 肝不好 脾气暴躁的 liverish 上面这个bilious呢 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bio这个词 bio表什么意思呢 叫胆 你看 一个肝一个胆 其实这俩本身是同源 咱们经常会有一句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肝胆相照 有这样的一个成语 就肝胆 这里面谁跟谁 发生一个倒写字母倒写 你看b和b这是一样的 第一天讲词源同甲 pbfb 这个l跑这来了 所以一个是肝 一个是胆 肝不好 胆不好 都是脾气暴躁 bilious 这里面它是一个重点 读一读 bilious 胆不好 肝不好 胆不好 都是脾气暴躁 两动物哪俩呢 一个是蜜蜂 昆虫 还有就是我们吃的螃蟹 脾气不好 也是脾气不好 蜜蜂也是脾气不好 最后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pivish 一个叫做erasible 咱们先来看erasible这个词 erasible这个词 那在后半部分肯定认识 就是这个able able这不叫做能怎么怎么样的吗 对不对 能怎么样的呢 i这边是一个前坠 中间部分erasible 中间它是来自于谁 它其实来自于这个词 就是erase raise呢 作为词根 如果咱讲这个raise erase咱们都知道 叫擦除嘛 是这个词嘛 但其实这个 大家看一下 raise作为词根 本身就是跟摩擦有关 eraser 咱们已经学过 跟摩擦有关 这个i是一个加强 就是能跟别人产生摩擦的 erasible 你感受感受 这个e是一个加强 到这 这个地方 这个e是一个加强 就是能够跟别人产生摩擦的 erasible 叫做脾气暴躁 你看学校里面这样的人 见谁跟谁都不合 见谁跟谁打 这样的人 脾气暴躁 好了 最后一个单词 上面这个单词叫做pivish pivish这个单词呢 也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脾气暴躁的 脾气暴躁的 这个词我给建议大家 第一个基本上 就通过联想 就通过尿尿这个词 下面有个尿 叫p嘛 p开头的 来回尿尿 四处尿的 这个样的人 也是脾气暴躁的 你可以这样进行联想 但它其实来自于谁 它其实来自于 我之前给大家铺垫这个词了 叫做pervert 还有影响吗 vert这个词跟还有影响吗 下面有20个单词左右 vert叫做转变吧 per叫through 一直在变 变来变去变来变来 叫变态 pervert 它是来自于pervert 这个前半截 变态的特点 脾气暴躁的 脾气暴躁的 叫做pervert pivish 但你要通过 你要觉得这样不好记得 就通过尿尿去记 尿开头也是脾气暴躁 那么摩擦的 也是脾气暴躁 那么剩下这四个 放到一块 untankerous开堂课的脾气暴躁 anger在里面 好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canvas 大家读下这个单词 叫做canvas canvas叫什么呢 叫做游说的意思 我们在以前有个词叫做lobby 大家看一看 lobby这个词 lobby这个词 一般都表示的是 我们所说的语言上的这种 说服游说 一些说服游说一些银行家 去怎么怎么样做一些事情 这个叫做lobby是比较常见的了 这个比较常见 lobby也是表示大厅 那么canvas这个词 一般都讲的是 拉选票的时候这种游说 游说拉选票 像之前那个 马英九在进行大选的时候 你看报纸上写到的 就这个单词canvas 游说市民老百姓 拉选票给你 然后他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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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查 仔细检查 仔细细查 仔细讨论 仔细检查 还有这样一个意思 细查 那么这里面我把这个词 给大家展开说一下 这个词你看 它其实来自谁呢 它其实来自这样一个词 就是canvas 还有这样一个词在里面 这个canvas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canvas表示的意思叫做 帆布 帆布 咱们穿的那个帆布鞋 那个帆布 这个叫做canvas 如果说老师 这次我不认识 怎么办 你可以通过一个品牌 去记 匡威 大家知道吧 converse C-O-N-V-E-R-S-E 跟他发音很近的 放到一块 匡威的鞋 大部分也都是 帆布鞋 还有一个品牌 叫Vance V-A-N-S 同它去记 也可以 所以这个canvas 要知道是帆布 那又说帆布 和油税有什么关系呢 和仔细查 有什么关系呢 这俩是同源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帆布 它虽然属于一个 它是粗布面吧 粗的布面 但是呢 它肯定也是比一些东西 要细一些 比如说比筛子要细 为什么要派成出 一个细查的意思呢 就是说 最开始的时候 是用帆布来过滤东西 帆布去过滤 你看咱们家里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能看到 用那个什么T布啊 过滤一些东西 所以要知道一下 这个用帆布去细查 细筛这个动作 它是由这样的一个典故 派上出来的 它强烈的是用帆布去细筛 过滤东西 衍生出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仔细检查 加了个S之后 变成了它的动词形式 记住用帆布去筛东西 细筛 跑不了 除了水能滤出去 所有的带物质 都留下了这样一个工作 为什么又派上出一个 游试拉选票的意思呢 拉选票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还是一样 你想一想 咱们在这个游说的过程当中 咱们在这个拉选票的过程 咱们在马路上也看见过 或者电视上也看见过 咱们在国外的时候 有一些人写在什么呢 将这个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哪 写在这个帆布上 不能写在纸上 你写在纸上的话 双方对峙者一见面的时候 撕打起来了 这纸就要撕掉了 不知道这个游说 拉的是谁的选票 所以你就通过这个 帆布想一想 游说的时候写在帆布上 把候选人的名字 写在帆布上 进行游说拉选票 所以这两个意思放到一块 这两个你可能会觉得比较远 但是咱们给大家解释完之后 希望你对这个词有意 先记帆布 帆布两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写候选人名字 游行 游说拉选票 第二个呢 用它来过滤东西 细筛东西 引申为仔细检查 引申为仔细检查 这个叫做Canvas 叫Canvas 好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吹毛求疵的 或者叫做挑剔的 大家看一下 吹毛求疵的 挑剔的 咱们在很早以前学过 一个比较简单的单词 叫什么呢 叫做critical 对不对 叫做critical 那个词比较简单 就critical在批判那个词 那么这个词跟大家同意的 那么把它讲给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词为什么叫吹毛求疵挑剔呢 它出现了一个词根 就是这个CAP CAP作为词根那样 它在拉丁词根当中 就注意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头 head 是脑袋有关 那为什么叫头呢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帽子嘛 hat cap 还有哪个单词 也比较简单的 左中谈的呢 跟头和手有关的 就是首都 还有我们说叫做船长 capital captain 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词根 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词根 它这个词呢 第二个意思 这个词根第二个意思 表示的意思叫做to catch 跟什么有关 抓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我们说叫捕获 捕获抓住怎么说 capture 对不对 捕获抓住叫capture 所以通过这两个单词 我不给大家写 你可以写在旁边 我再想调 给词根之后 你先要理解这个词根 为什么这个词根 我每个词根都会给你 举一些例词 你一定要通过这个熟词 先把这个词根消化了 它下面的词才能明白 所以现在解释 为什么叫做挑剔啊 它取的是抓的意思 ous形容词后缀 叫充满了什么什么的 ous形容词后缀 叫充满了什么 你看充满了危险 dangerous 看到吧 这充满了抓的 就是抓毛病 挑毛病嘛 就是见什么抓什么 见什么抓什么 叫做挑毛病的 挑挑剔的 你看咱们小的时候 学校的时候有一类人叫直周生 你看是不是 有人说这个不合格 那个不合格 这儿抓一把 那儿抓一把 这儿抓一把 就这种感觉 充满了抓的 叫挑毛病的 读一读 captious captious 那么看看下面 有哪些配成词 我先举第一个例子 跟头有关的词 第一个词就是cape 第二个caption 第三个叫做 precipice precipice 下边 cap 跟抓有关的 第一个叫做 captivate captivate 下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capitulate 下一个carp 最后一个叫做cavue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词比较难一些 看一看 那么记住 你说老师 这个到底表示头 还是表示抓呢 这个词根呢 你看它词性 一般来说名词呢 都是跟头有关 跟头手有关 如果是动词的话 可能就是跟这个抓 有一些关系 咱们先来解释一下 这边 第一个单词 cap capt 看一下这个单词 cap cap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跟头有关 叫做 叫做 第一个叫做抖碰 抖碰的意思 披风抖碰 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什么叫做海角 因为咱们知道天涯海角 海角咱们说叫南非的 这个好望角 咱们都知道 叫做the cape of good hope good 好望 希望 good hope 所以这为什么叫做头呢 就是陆地的尽头 你看到头了 再往前走没了 是这种感觉 叫做cape of good hope 叫做好望角 海角 第一个意思叫做抖碰 第二个表示 海角 第二个单词叫做caption caption呢 还是跟头有关 这表什么头呢 注意 就是我们说叫做 title的感觉 title叫什么 是不是叫标题呀 也是头 它讲的都是图片的标题 一般都指图片标题 或者叫插图说明 旁边你可以写一下 这个插图这个词 叫做illustration 大家注意 你可以写下这个词 illustration illustratln illustratln illustration 叫做图片插图 一个插图 一个是图片标题 或图片说明 图片的头 其实我得解释 图片的头 还是头 title的感觉 下一个词呢 叫precipice 那这里面大家注意 这个词根变成了谁 cap 好像消失不价了 它变成了谁 cip 请注意 cip是cap的一个高频变体 以后会背到很多单词 它都是cip在里面 它不是cap了 你看一看 下一个是头 这什么头呢 前头 记住你看 最前头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走到最前头了 ice呢 这是名词后缀 所以你看 什么叫最前头呢 这个词强调的也是 走走走走 最前面了 这个叫做cliffe 悬崖 cliffe 记得旁边 悬崖这个词 你看 这路走走走 走到最前头了 再走掉下去了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做悬崖的意思 那么这个悬崖派成出了 一个形容词 大家了解一下 叫做precipitus precipitus P-I-T-O-U-S 结尾了 后面变一下 就后缀变一下 变成了T-O-U-S precipitus 悬崖什么特点 大家一条悬崖 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 形容悬崖 逗峭的 逗峭 这俩放到一块 记住 最前头是悬崖 就是干头 这什么头 图片的头 标题 cape 叫做什么呢 叫做海角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动词 大家看一下 这动词第一个词 这写的有点不太清楚 C-A-P-T 就是T字母 C-A-P-T-I-V-A-T C-A-P-T-I-V-A-T 叫做captivate 写在这儿了 叫captivate captivate还是一样 跟抓住有关 比如captivate somebody 这样讲一下 把某个人给抓住了 这叫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使迷惑 强调是抓住一个人的心 这样去记住这个节目 把一个人的心抓住了 你看当你特别崇拜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是抓住你的灵魂 抓住你的心了 你看有一些 这个组织和机构 就是给人们开始洗脑 抓住你们的心 抓住你大众的心理 叫做captivate 叫使迷惑 使着迷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记得的话 干抓范围太大的话 你终于把它讲到电视 我最早在记得的时候 把它讲到电视 TV 这样你想 电视把我抓住了 天天就看电视 中间加个i 电视把我抓住 TIV TV中间加个i captivate captivate 叫做着迷惑的意思 下一个词叫做capitulate 这中间在这 capitulate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capitulate这个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它等于口语的一个词 叫surrender 叫投降 现在还是那句话 要会口语的词 surrender 叫投降的意思 你看也是一样 抓嘛 CAP叫抓 把你抓走了嘛 eat叫什么 参观到后半节 还记得吗 visit 后半节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visit前面是看 后面是eat叫走 抓走 这样想想 把人抓走了嘛 大部分人都投降 抓走是投降 叫做抓走是投降 capitulate 都有capitulate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carp carp呢把谁变了一下 cap变成了谁 a变成了ar 但它发的还是原因 对不对 carp carp的名词叫做鲤鱼 咱们吃的那个鲤鱼 那鲤鱼什么特点 刺多就挑刺 叫吹毛求疵 动词 吹毛求疵就是挑刺 这样去记 鲤鱼挑刺 c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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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鱼多就是挑刺 什么叫挑刺 就是挑毛病 吹毛求疵动词 最后一个词叫做caviu 读一读caviu caviu caviu跟它同一词 也是动词 caviu是动词 没有名词了 叫做吹毛求疵 最后两个词 全是动词 这俩词不太好记 比较短 实话不太好记 把你抓走是投降 电视把你抓住 着迷于电视 这两个都是吹毛求疵的意思 但这里边你注意 谁跟谁变了一下 p变成了谁 v pbfv 大家想想这五个字母 是可以替换的 还有ph 所以也是跟抓有关 就为什么吹毛求疵呢 后面这个il把它想到谁 大家后面把它想到eo 就是抓毛病 你这样想一下 前面是抓 后面是病 什么叫抓毛病 就是挑毛病 也叫做吹毛求疵 这样想想 抓毛病 caviu 挑剔 吹毛求疵 carbly 鱼挑刺 抓走投降 着迷 然后这几个是跟头有关 书上这个词 再看一个叫做captious 也是充满了抓的 也是抓毛病的 挑毛病的 好了 那么把这个词擦掉了 那么最后再补充两个 非常重要的两个词 也是表示挑剔吹毛求疵的词 第一个词叫做finicky 两个形容词 下一个词叫做fastidious 第一个词叫做finicky 第二个叫做fastidious 第一个叫finicky 第二个fastidious 都表示吹毛求疵的挑剔的意思 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怎么去记它 第一个词主要记谁呢 记它前四个字母 就这个地方 这个词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fine这个词 fine呢 咱们说过一万多遍了 对不对 从小就学过什么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这个是吧 I'm fine too 这样的词 叫做天气好 人好 身体好 最近状况不错 还表示东西的品质的精良 就是it's fine 能力的这种感觉吧 那么它表示叫精细精良 有这样的意思 这个finicky这个词呢 为什么叫挑剔吹毛求疵呢 强的就是指一个人 过于精细的感觉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 特别过于精细 特别注重细节的话 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挑剔的 过于精细的人 所以就要知道 它就是finey key 这个ck是无意义的 就是这个福音 加了一个y finey key 叫做什么呢 叫做挑剔的 finey key 叫做finey key 像以前也有一个联想技法 就把它形成好 后面加ck 内裤 对于这个品牌 很挑剔 你这样想也行 把它形成ck这个品牌 但它强烈是一个人 过于精细 过于精良的 finey key 这样去想一想 它读成finey key 你把它形成fine 下一个叫fastidious fastidious叫什么呢 叫做 cannot be pleased easily 不容易满足 难以取悦的 难以取悦的 或者也叫做挑剔的 挑剔的难以取悦的 它怎么去记它呢 它主要记它前四个字母 所以这个词 主要记它前四个字母 fast fast呢 咱们在20年前学会叫快速 但现在不要记那个意思了 fast呢 除了表示快速语 它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比较什么意思 表示意思叫做摘戒 你看咱们有好多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是这个 穆斯林 对不对 信这个穆斯林的摘戒 就是不吃饭嘛 你看这个大家以后 有一些机会的话 如果你去一些 这个穆斯林的国家 他们有那个摘戒日 到那个时候呢 你看全国 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 他们都都不上班 什么都不干 在那个清真寺里一待 从早上到晚上不吃饭 这样一个动作叫做 不吃饭这个动作 叫摘戒 因为摘戒期间 就是一个什么动作 难以取悦的 你给他干嘛 他都不去 你干不行 我得去做这个 做这个礼拜摘戒离去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叫做摘戒 要知道啊 叫做难以取悦的 摘戒期间难以取悦 吃什么都不吃 就是不能吃 难以取悦 或者要挑剔的 但这个人会说 这摘戒我怎么记呢 咱们曾经学过 这样的一个词 叫打破摘戒 学过这个单词吗 叫break加个first 连起来念 breakfast 是不是早餐这个词 所以可能扎一看 没看出来 打破摘戒 晚上一晚上不吃饭 早上吃的 打破摘戒的第一顿饭 所以我们叫早餐 明白了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这里面这两个词 把它补充在 吹毛求疵这里就可以了 一个是过于精细的人 叫做finicky 挑剔的 第二个就是摘戒期间 难以取悦 fastidious 中间在这 在剔头上 fastidious fastidious 好了 这个单词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看下边